回到新闻時間 再和大家看看港區國安法 港區國安法禁止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對政界去到海外遊說 或者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合作有甚麼影響呢 由陳婉婷說一說 呼籲制裁都是勾結外國勢力 諸如此類 很明顯就是為香港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情 度身訂造 這是關乎於我本人會否被送中 會否被嚴刑逼供 終身監禁等等的狀況 再不是憑空幻想 勾結罪的結構是非常複雜 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滿足到各項要求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定名三類情況 包括為外國或境外機構 洩取、撕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情報 請求外國實施、串謀實施 或者直接、間接接受外國指使、控制和資助 達至以下其中一個結果 包括對中國發動戰爭 嚴重危害中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 嚴重阻撓特區或中央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 操控和破壞香港選舉 對香港或中國採取制裁、封鎖或敵對行動 或者通過各種非法方式 引發香港居民增恨中央和特區政府 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有人舉例說發佈消息 說太子站有警方殺了人 令到市民可能對於警方有增恨 如果發佈一個消息被認為虛假 香港來說一般來說就不構成非法的行為 還要看他是不是跟外國勢力串謀去做這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就不構成這條犯罪 一旦罪成 重罪可以判十年至終身監禁 慶則判僑三至十年 涉案境外機構人員會按共同犯罪定罪判刑 條文又列明 如果和外國串謀或者接受外國支援 干販分裂、顛覆罪行 會重重處罰 港區國安法通過當日 多個主力打國際線的政治組織 先後宣佈解散 包括香港眾志 創黨主席羅冠聰兩天後宣佈 已經離開香港 現在我繼續在不同媒體說話 都是希望國際社會能夠繼續關注香港的議題 繼續施壓給北京政府 令到香港得到民主和自由 我不知道這些說法 其實會不會踩到北京的紅線 我也接受很多外媒訪問 照事論事 我受外媒訪問我肯定不會 我和你合作 我們對付香港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 肯定不會 那麼立法會議員 政界人士和外國官員會面 批評政府施政 又算不算勾結呢 你問律師 律師都說不到給你聽 什麼叫憎恨 什麼叫嚴重後果 這些不是法庭常用的用語 法庭很難去判斷到 究竟這個條文裡面 講到的嚴重後果要多嚴重才是呢 法律的確定性 都是法治其中一個很大 很重要的元素 核心的元素 我覺得這個字眼很容易明白 我相信你們讀新聞系 有一個誹謗的法律 如果你說的東西是針對某個人 而認出來針對那個人 社會其他有識之士 對他有憎恨 對他煽笑 或者是不想與之接觸 這個就是憎恨 對於很多NGO來說 其實都是有一個 韓善效應在裡面 我們是去做一些聯儲信 然後這些聯儲信 其實有邀請到外國 其他相關的人權團體 是去一起合作的 會否被視之為 是一個違反了國安法 如果那是一個很正常的組織 不是背後不知道有甚麼勢力 如果純粹只是表達一種意見 我想問題又不知道 是勾結外國勢力 我們未來會積極長時間 從事國際連結 日後還可不可以高調打國際線 這個景象還是不是合法呢 問題的癥結就是沒有人敢保證 我連確切地說都說不到 香港的律師給任何的法律意見 其實都有機會跟人大常委會的解釋不負 港區國安法第38條定名 非香港永久居民 在境外觸犯 倒食用 任何人傳宇宙的人都在這個法律裏面 是受約束 How are you going to enforce it? How are you going to catch these people? 可能某些國家 它簡直是派軍隊去抓 不過我們香港特區 在執行這條法律裏面 我們是會用回香港的做法的 第一 它有可能再在香港出現 第二 我們亦都有一些互助的合作的 任何人犯了法都要負責的 國安法裏面說的罪行 應該都是一般國際引渡法上說的 所謂政治的犯罪 所以政治犯罪不引渡 這是國際引渡法上的原則 只要他不來香港 就不會真的受到刑事方面的檢控 或者審訊 加拿大、澳洲先後宣佈 暫停執行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慎世蘭亦都在審視中安排 很多人都會問我 會不會以一個不犯法的前例 進行國際游泳工作 但其實怎樣去定義什麼叫犯法 我們都拿捏不到 政權的紅線、灰線定在哪裡 我不知道那種憂慮會何時來到 但對我來說 我現在做的工作 都是會繼續去做 我們唯有就是 用一個更加謹慎的態度去做 人權問題的調查的時候 譬如保護一些受訪者 或者保護一些資料的時候 需要更加小心 那種憑道有關 真的就是 Heute對我的職業 或許多患 我先承諾 你覺得好嗎 你覺得好嗎 我先承諾